来 竞载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超盛见节目 那当然这个大盘 今天虽然说这个开高走低 但是这个收盘只有小跌8点以外 那今天的量其实比昨天的量要稍微萎缩 但是价的部分还是非常强 今天也是再创了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当然之前在节目里 跟大家讲过很多事情 一万三千点以下是超跌的买点 这句话如果说你听得进去 听得进去那你就抓到转折 但是能不能回到过去 没有办法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就要把握现在 现在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把握 下个礼拜就要选举 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我选举以前 我怕这个变数比较多 所以我可能有赚我要跑掉 我跟你讲你不用跑 你不用跑 因为选的时候很热 越热的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的行情越会喷 这是你想不到的 那老师选完之后为什么还不要跑呢 选完你干嘛你要跑 难道说这些对外资 内资大户中十户就只要做到选举吗 不可能啊 他要做什么这个年底对不对 这个作战行情嘛 还有包含那个年报 那后面的话还有所谓的 元月份的一个资金行情 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可以去期待的 都可以期待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 你一定不相信 因为这加权指数 从超跌区到今天创新高 大涨了2000点 2000点可以视为说是一个大行情 我相信严老师讲这句话 你应该可以认同 2000点是个大行情 那这个大行情要去放空 那你不是呆子 那你是什么 对不对 2000点的大行情 去放空 真的很可怜 不要每天为了想要放空 那边自己对不对 找一大堆理由 虽然说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分为很多派 放空派也是一种 坐多派也是一种 多空价差派也是一种 但是那个叫弱势团体 弱势团体 不值得一提 那未来要注意什么 来 今天量缩价还有办法过 量缩价还有办法过 主流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 主流在什么地方 点注 主流在什么地方 贵买 你现在看到了 未来有转折叫什么 这叫生计 老师都帮你点出来了 生计今天发生的转折 带量突破 电子股 量缩价还涨 贵买指数 多头格局 你既然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你就要去想说 我怎么样去把这些标股找出来 这样子就OK了 不管你喜欢做长一点 做短一点 总之 你要 对不对 赶买 那当然这个电子股 老师在节目里讲很久了 一个叫做ABF载版 PCB 对不对 严老师一样看好 我看好的 我在节目里面我直接告诉你 严老师 ABF载版这三支 南电 新兴 锦瘦 我依然看好 另外一个是IC设计 今天IC设计有四郎股票涨停满 有包含高价股的 有包含低价股的 有包含今天创破断新高的 这些股票怎么做 这个低价股其实操作难度比较大一点 比较适合做价差 那高价股的部分其实价差比较大 利润比较大 这就要看投资人敢买不敢买 另外创新高的股票 操作原则很简单 底部去买 底部重压 你只要创新高你随时卖你都是赚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卖吗 可以先卖对不对 但是要接回来 我等会举例给大家听 好不好 来 严老师抓到转折 这个证据就是放在这边 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大家讲 我相信大家看节目 这张推背图已经在网路上面流传了 这个就是关键性的转折 严老师帮你掌握到了 那有一些股票我说过了 IC设计有些股票可能创新高你先卖一趟 记得拉回只要买一点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我们这张股票特别会 昨天卖出去了 定价777来赚92块钱 今天如果说你拉回买的话 今天这张股票再创波段新高 今天这张股票再创波段新高 你第一次价差你先把钱赚到 第二次敢不敢买要不要买 这个大家去想一想 当然这个现代投资人 现在这个投资人去买卖股票的话 应该会选择底部的好不好 我一样举个例子 这张股票底部的对不对 新的之前没有打开 今天打开给你看一下都没关系 好不好 它叫先进光 先进光 我昨天的节目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你可以先卖一趟好不好 先卖掉就赚钱 有时候要先卖 懂不懂 先卖 你不卖的话就赚不到钱 还有很多的股票都是底部的 我今天就举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其实昨天 这开得比较高 开盘价257 11月9号 开盘开得比较高 这次应该是属于第一支 头一支 今天出现第二支 你第一支你没有布局 第一支你没有买 现在第二支了你知道吗 现在第二支了 你要再买对不对 可能会买不下去 可能会买不下去 这个就是投资人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层面 那比如说 有人说IC设计不好 对不对 有人说好吗 认为好的人他会去买 认为不好的人他不会买 那这支我认为可以布局 因为他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有买进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这边要先卖掉 先把它冲掉都没关系 为什么有些股票要先冲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第一天涨停板 第二天去追的人很多 你可以先卖一趟或是中调 好不好 这边要记得要接回来 有时候操作上面要灵活 不是说每一档股票都要卖 还是说每一档股票都要爆 这个不见得 今天老师看了一句话非常有道理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来注意听 不论你是什么身份 你的职业是什么 只要你有本事 这个世界就在你的手中 就像来到股票市场里面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你不管是任何身份 只要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有本事 这个世界标股赚钱 你的世界就会在你手中 我对于这句话真的我想了很久 原来做人要有本事 分析师这个位置 看起来好像这个对不对 光鲜灿烂很亮丽 其实真的我们回到家以后 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个 比较冰冷的课本 有些model 有些教科书 你唯有不断不断地 去了解这些理论跟实际的差别 还有一些投资人的心理的一个层面 当然三大法人外资报告 对不对 总体经济 对不对 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是属于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范围 最重要的是投资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如果说想了 跟市场是吻合的 那他会赚钱 我们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我认为说这张股票 今天到底要不要卖 我就想了一下嘛 对不对 我认为好像不用卖 这我们会员的股票 连茂 鸿海家族的 做铜箔基板 11月2号 底部开始涨 连续涨 连续涨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投资人心想到什么 老师我卖掉之后我就可以赚钱 对 没错 而且我把正确数字跟你讲 应该我没算说应该20% 你尾盘卖掉 大概是赚到20% 按照我们的简讯 你卖高一点你也是赚钱 那这个地方牵扯到一个问题 你今天卖掉了 你可能赚两根掌停板 你可能获利了 了结了 那如果未来它还不再喷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讲到这样不是我们会员手中有的 不是没有的 没有的我不会拿出来讲 这叫连茂 所以说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功课 好不好 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想法 你的想法是什么 卖掉就赚钱 还是说你要做持股虚报 这边我先帮我的会员做出个保密 因为我们在节目内 不可能每一档股票都公开 甚至我们讲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连茂这档股票 我也不需要你去做出个追价 不需要 因为法规限制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能够去针对那个不特定人 去什么劝诱 引导 甚至讲一些是是而非的理论 去影响投资人的一个判断 我今天给投资了一个比较中心的想法 如果说这档股票是你操作的 你要有想法 比照任何一档股票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你一定要有想法 你一定要有策略 你在股票上操作 你没有想法 你没有策略 真的你很难赚得到钱 那当然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礼拜 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我们会举办这个全损这个巡回演讲 那我们还是比照办理 可能礼拜六早上我们会去高雄 这个礼拜六 那下午的话我们会去台中 会去台中的 时间的话应该是11月这个月20号 11月20号的话 这个11月我看一下 我们应该看一下19号 礼拜六是11月19号 我们早上会在高雄 下午会到台中 那礼拜天的话是11月20号 早上的话我们会去中立 中立有很多好朋友 那当然下午会来台北 我记得上个月去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投资人 有来我们演讲会现场 那我还是欢迎你再一次的来 再一次的来 不是因为说你们没有参加会员 我知道你们都已经参加会员 上次来到我们演讲会的 台中厂的台北厂的 对不对中立厂的 有到现场的人都知道 几乎全部几乎90%都参加会员 但是我严老师这次还是欢迎你来 为什么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师在10月份 那次演讲会里面跟你讲什么 那你从10月份加入会员之后 你可能这个中间跟老师的互动 可能你中间收到一些简讯的内容 还是说你真的有没有赚钱 我相信严老师今天会 演讲会的时候 我大概会开放大概20分钟的时间 我会让你们交流一下 我会让这些可能就是说我们的会员 好不好 你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老师的想法 到底操作跟实际面到底一不一样 虽然说你参加会员 老师还是非常欢迎 我跟你讲 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 没有一个分析师说 希望说这个旧会员 来到演讲会 应该是没有 至于原因的话 我就不要再多讲了好不好 至于原因我就不要再多讲 因为演讲师非常欢迎好不好 这些旧会的原因 甚至说你上个月有来我们演讲会的 来你就来 好不好 你就来 好不好 那老师有礼物送给大家 好不好 上次老师跟你讲一通电话 对不对 标股就是你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送出去的这份资料 好不好 送出去的这份资料 人家说东说好了 我认为还OK 反正就是对不对 翻倍了 我认为这一支你要注意 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4966普瑞 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今天还在涨 这种股票涨不停的 创新高涨不停的才恐怖 这个可能涨完了 对不对 你没办法判断说它会不会涨 但是这个还在涨 你今天看到这个还在涨 就很恐怖 今天还涨4% 涨了33块钱 高价股涨33块钱很多 但是它还是在底部 它也刚刚才突破 我这样子比较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知道了嘛 那这个是小型股的部分 好不好 对不对 这资料 一样是送给你的 跟你拿到的应该都一样 我是希望说把资料送给你 对你是有帮助的 好不好 那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一样 市场演讲会 当然我们这次是采取这个预约报名 预约报名的话就是你有空 你现在马上报名 那我们会在演讲会 送给大家一份极机密的资料 3加1的极机密的资料 这份资料我希望 会比这份资料要更空洞 这份资料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每个都创新高 每个都起床 这没什么 我要精进 我要把更好的东西 在演讲会送给大家 好不好 免费的 但是我先讲 只有演讲会才有 只有演讲会有 为什么 愿意来演讲会 就是代表支持 支持颜老师的看法 我那个看法对颜老师来讲 是一个原则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这份重要资料只有在演讲会现场 只要你来到现场报完名 来到现场直接就拿走也可以 希望每个人都拿得到 来这个是绿电对不对 来绿电 能不能买你就自己看 对不对 今天还是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那我对APF载版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还会在上涨 这是南电 我们会员有作 来 当然你可以先卖都没关系 拉回找买点 这是新兴 对不对 新兴长得比较多 这两根停板 严老师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景硕 这个提早布局的人比较占便宜 未来会不会长师母以待 这个三根长停板 在11月11号 我相信我也有发简讯给你 严老师对于这个载版的未来 我还是非常看好 因为载版跟PCB版其实完全不一样 你对这个产业基本面比他熟悉的 你应该就知道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个ABF载版的部分应用端真的非常大 未来这个点灯架很多的东西都需要他 但是很多的东西他不需要这个PCB版 这个投资人要稍微要认清楚一点 好不好 那当然这个礼拜去演讲会结束之后的话 下礼拜就要选举 选举的行情有多大 我也会讲清楚 选举一丸坐上行情 跟元月份效益的行情 我会在演讲会现场直接告诉你 注意这一次是财富重新分配 今年度最好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机会来了 要牢牢地把握 今天来你电话可以拨通 因为我们演讲会 演讲会 极机密的资料三加一的标股 演讲会你一定拿得到 你只要有参加有报名一定拿得到 机会要不等人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11月19号这个礼拜六 早上会到高雄 住在大高雄的台南的 都可以来到我们演讲会的一个现场 那下午的话 11月19号下午3点 我们会回到台中 礼拜六的一个场次 就是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这是我们本周的一个行程 那礼拜天的话 早上我们先服务 住在中立桃园杨梅 对不对 台中的新竹苗栗的 都可以来我们中立场 好不好 演讲是备有茶水 非常高档的一个饭店 要完成报名手续 下午的话一样回台北 礼拜天的一个行程 就是早上到中立 下午到台北 那还是要讲清楚 这边 这份机密资料 三加一的标股 今年你要决定财富重分配 决定财富重分配 所以我认为这三档股票 会帮得上你 会帮得上你 所以说这次的演讲会 免费入场 但是名额有限 我们每一个场次的话 大概名额都有限 那本年度可能就是 最后一场的演讲会了 那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 那如果说你希望到 演讲会现场跟演老师 直接沟通的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演老师的话 老师非常非常欢迎 好不好 有些观念真的 也许我讲了你会这样 一目了然 我希望能够解开你心中的谜 台股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跌 那为什么 未来这些股票有机会大涨 希望演老师的想法 能够真的影响到大家 能够让大家发大财大赚 要参加我们演讲会的 主题叫超狂的11月的 标王之王 这张股票也会送给大家 有极机密的资料 会长才有 那等一下可以直接打电话 也可以直接扫描QR Code 已经扫描QR Code的直接 扫描之后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那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手续办好 把重要资料拿回家以外 也先把名额先hold住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文明头库研分析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推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户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 9933 2321 9933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未来的行情会更大 这个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外 医疗之内 比如说像巴菲特对不对 都跑到国内来投资 这个所谓的台积电 那之前可能你没办法想象 但是你后面的话 后面的话你 对不对直接想象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机缘 好不好 那当然巴菲特有他的想法 对不对 那分析师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老师的想法在这边 我之前跟大家讲板卡 今天的立台又涨停板了 今天的清云又涨停板了 TAPC的部分通加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ABF载版的部分 严老师通通在 我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没有卖 高价股跟全资股 等下跟大家说明一下 高价股 来 环球金赚钱 玉金光赚钱 联发科赚钱 国具赚钱 普瑞赚钱 有时候操作 要拿出实际的行动 绝对不是说 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也看到一档好的股票 就要勇于去出手 雷虎兄弟是这样子 到昨天还是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涨完了没有 涨完了没有 之前跟大家讲第一桶 四目以待 涨完了没有 东硕 老师这涨太多 真的会多吗 不会多 你慢慢看 那最近要注意什么 同伯基板的 这个禁居 这通家 拆拆看 明天会涨通家 这不是 还是涨这个同伯基板 还是未来都会涨 这个你来问我好不好 我来告诉你答案好不好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演讲会 现场备有讲义跟教材 还有一份极机密的资料 今天的话全线开放 以拨打电话的人 完成登记的优先 因为打电话就代表说 你很有诚意 很有诚意 等一下电话拨通了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是扫描QR Code 已经少了 那你直接在我们 这个LINE或Teleplay里面报名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 对不对 先跟大家讲一下 礼拜六 来 早上在高雄 高雄 下午的话在台中 礼拜天的话 早上去中立 下午的话会到台北 来到我们营养会现场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 3加1的标果 极机密的资料 自己拿到自己看 只有现场才有 只有现场才有 要报名的 来今天把电话拨通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赶快扫描 市场演讲会 重要的3加1资料都在里面 直接扫描QR Code 重要资料在里面 明天由党股票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扫描QR Code 直接跟上演讲室的脚步 我们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人员头库 严分医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松复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借其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库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资历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